杭州亞帕運 二十八日閉幕 臺灣代表團這次共拿下了四金四銀十二桶 其中在跆拳道 射箭跟圍棋 都是首度奪牌 而足球隊更是狂掃了十面獎牌 杭州亞帕運閉幕典禮 代表團旗幟先行入場 可以看到中華帕運會棋 在斯里蘭卡之後 泰國之前進場 而這次總統的掌棋官是羽球好手方正宇 先前也擔任過東京帕運閉幕掌棋的他 本屆亞帕運實現夢想 為我國摘得兩桶 而在代表團旗幟紛紛進場之後 運動員代表也來到了場中 中華軍人們這次在杭州 總共拿下了四金四銀十二桶 總計二十面獎牌的家機 可謂凱旋歸箱 亞帕委員會主席致辭並宣布閉幕 看到會棋也從杭州奧體中心體育場 緩緩降下 並交給了下一屆的主辦方 也就是日本愛知縣以及民谷無事 總共拿下了四銀十二桶